Hello同学们,我们在这一节就针对NGX的负载均衡来一个实际的部署 那首先呢,NGX它是以模块化来工作的 NGX能够提供这个proxy反向代理以及实现了负载均衡 主要是它的两大模块 一个是NGX HTTP Proxy Modular 它的作用呢,是把请求抛给后端的这个服务器节点 要么是单独的一台机器主机名或者IP 又或者是AppStream这么一个关键字定义的一个服务器地址池 那么既然是如果是把这个请求啊,转发给了AppStream地址池啊 就用到了NGX的第二个模块 NGX HTTP AppStream Modular这么一个负载均衡模块 它的作用呢,是相当于你搞起了一个池 一个圈子,一个列表啊 那么你在这么一个地址池当中呢 往里面去丢,丢这个服务器的IP就行了 也就是说NGX啊,可以把用户的请求去转发给这个地址池 并且你在这个地址池当中定义一些这个转发的规则啊 比如说针对用户IP的,针对用户UR的,这个根据时间轮选的等等 以及这个负载均衡的健康检查 也就是说呀,我这个地址池当中,比如有三台机器 如果有一台机器挂了,这个请求发不过,发不出去了 这个Upstream模块呢,能够进行健康检查 自动的把这个损坏的节点,当机的节点 剔除这个负载均衡的转发 那么 下面再来的用户请求啊 NGX就不会再往那台机器上去分发了 能明白 这个web服务器指的就是NGX web服务器呢,主要是直接面向用户 在网站的最外层,往往要承载网站的一个大量的并发 那么单台服务器肯定是难以承载复合的 我们也会使用多台web服务器来组成一个这个集群的前端啊 那么这个NGX啊 它不单能实现负载均衡的功能 也能够实现web服务器的功能 它的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一款软件啊 实现负载均衡的分发能够大大的提升 这个整个的计算机集群系统的吞吐率 请求性能啊 以及实现高可用性的一个容灾性 那最后比是这张图 你看用户的客户端请求啊 发给了负载均衡器 这个负载均衡呢 我们也会整两个一组一倍来实现高可用 然后呢 再通过ProxyPath模块 把这个请求啊 转发给利用Upstream定义的一个负载均衡池 这个池中呢 就放了服务器一的IP服务器二的IP以及服务器三 那么你呢 同样可以定义服务器的IP地址加上端口定位到一个服务 这整个的这个转发过程是非常灵活的啊 好 既然咱们已经反反服务的介绍了一个转发的形式 那么我们呢 就来做一个环境的准备 我们来完成这个实验啊 第一个是服务器环境准备 我们要实现这个负载均衡的转发呀 你看我们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客户端 那么这个客户端呢 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本地的 不管是Windows或者Mac的这么一个电脑 又或者是你手机啊 等等这样的客户端终端 能够只要你访问这个服务器的IP 是不是就针对它发出了一个请求 那么NX默认用的是802 那好 客户端这里整理 咱们不用多说 负载均衡器这里呢 我们是利用NX去实现负载均衡 因此是不是要准备一台机器 但是你又要考虑高可用性 因此这个负载均衡器啊 我们得准备两台是吧 那这时候你来看啊 叫做负载均衡设备啊 我们呢就简称是Low的Balance啊 俗称的是LB啊 那我们准备LB01机器 LB02机器 然后呢这个两个负载均衡的设备 是不是要把请求啊转发给后台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我们可以至少用两个机器就够了 能够来看这个请求啊 是先发给了一还是先发给了二 然后以及呢是轮循机制 又或者是权重的机制 因此我们至少搞两个就行了 那么我们准备Web01啊 Web02 好的 那在这呢 我们打开这个Linux的虚拟机啊 打开你的WAML 然后呢你可以自由的去通过这个镜像的安装啊 可以选择最小化安装即可 我们快速的去安装四台机器啊 那么虚拟机的数量你自由的去把控 这个网络呢 没有过多的要求 我们可以选择NAT 可以选择桥接啊 那么你最好是给它设置近台IP 防止它开机 IP啊总在变化 能明白吧 那这里这个非常简单的安装过程啊 咱们就不带着大家慢慢的去做了啊 那老师在这呢 选择啊Web01机器 然后对它进行开机啊 02啊LB01 然后再开一个LB02 咱们是打开了四台虚拟机啊 好咱们稍等他一下 好的同学们 我们已经是开启了四台虚拟机 并且连接上了这个虚拟机啊 我们呢最好是把它的主机名啊 做一个修改 便于让自己一眼就知道 他们的这个作用是什么 那么我们啊可以备注一下这几台机器的IP地址啊 让心中有个数 呃这台机器LB01是130 好LB01是130 然后我们看一下LB02这台机器啊 ifconfig 这个 哎这个 这台机器啊是131 好 那么大家呀 IP肯定不是说一定要跟我保证的一模一样 你能够让这四台机器啊保证保证他们的通信在同一个局域往内就行了啊 这些不需要过多的强制 那 好 LB02是122 然后上面这台机器啊是140 好 那我们现在呢是准备好了 四台去领机是吧 然后我们下面要做什么事呢 肯定是要在这四台机器上面去安装软件是吧 那这第一个机器啊 我们让它的作用就是叫做主负载均衡节点 那明白啊 第二个呢 1312我们就让它呃作用是被负载均衡节点 然后呢 它的作用呢就是防止啊 主节点啊 故障 当机 那这时候负载均衡这个事啊得有人干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呢 LB02就接替这个工作啊 然后LB02接替工作 好 那么Web01Web02 作用也是一样的啊 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Web网站功能 那么Web02呢 也是一样和叫做Web01啊 实现这个主备吧 叫做负载均衡节点啊 防止单点故障 另一台机器呢 还能够继续的提供工作是吧 那么再看下面啊 叫做软件准备 我们这四台机器呢 由于我们要实现的是负载均衡 以及这个网页的展示啊 这四台机器啊 都安装NGX就行了 叫做四台 虚拟机安装NGX即可 因为因为NGX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你看我们要实现的是不是负载均衡的效果 对吧 叫做负载均衡的功能 然后反向代理 请求转发的过程 还有就是这个静态页面的功能 我们最终是不是想发出了一个请求 能够看见这两台机器的一个结果 对吧 那么一定得有一个页面作为一个展示 那么我们就不用动态的了 比较麻烦 在这儿呢 直接用一个简单的这个静态网页 做一个数据的展示 你就能够看见 到底这个请求分发是个什么样的 是吧 那我们分别是在这四台机器安装NGX服务啊 好的同学们 我们呢 在这儿啊 这个四台机器分别编译安装NGX的步骤 咱们就不带着大家挨个的去操作了 这个呢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部署文档 非常简单是吧 那么老师这四台机器呢 我们在这儿位置搜索一下 这四台机器NGX啊 是否都已经安装了啊 那我们在这儿搜索NGX脚本命令 发现呢 啊 它都是已经安装好了NGX 那没问题 那么我们这时候要做的操作就是啊 实现负载均衡请求的一个分发啊 来叫实现负载均衡请求分发 那么我们在这儿要先来准备这两个web01 web02 把这两个页面给它展示出来 实际上来一叫分别准备web01web02机器的数据展示啊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啊分别去编辑这两台机器的配置文件 看一下它最终能展示的页面效果啊 我们编辑一下opt目录的NGX啊 然后抗辅NGX点抗辅走 打开啊我们一个一个机器来操作 那这台机器呢啊 它是 这个配置啊 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用跟我完全一样 你只需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事就行啊 那你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 分别准备web01web02的数据展示啊 能够基本的展示一个HTML 页面即可啊 并且呢我们在这要关关注一下啊 就是我们想要演示的效果 是不是叫做请求发送 然后发给这个NGXLB01啊 或者说LB02对吧 那这时候呢 它把请求来分发给谁呢 分发给我们要操作的web01 然后web02 那你想啊作为一个网站的话 我们的用户请求一次会发给他 一次会发给他 那么这两个网站 他们应该展示的这个页面内容啊 是不是应该完全一样呢 对吧 叫做 RealServer展示的数据啊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呢 无论用户访问到他 或者访问到他 都能够看到你们网站的一个资料 是这意思吧 因此这两台机器啊 他的这个环境啊 代码啊 都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我们要给大家描述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在这儿啊 由于是为了搭实验 你这两台机器看见的数据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你这个请求 到底是发给了谁呢 是不是不能够直观的看见呢 来我们背读一下 为了直观的看到负载均衡的请求 分发效果 因此我们在这里配置两台机器 展示的数据页面啊 是不一样的啊 能明白咱们给大家描述的一个概念吗 因此我们先配置这台机器啊 呃 咱们先不配置了 直接给他NGX启动 然后他的IP是140 好的 那么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来访问一下140这台机器 呃 那我们这么着啊 来还是来编辑一下他的主配置文件 他的主配置文件 server虚拟主机呢 里面定义了啊 用户的请求是走到了80端口 然后呢 其他无用的参数咱们先给他注掉啊 请求是走到了location 返回本地root html文件下 这么一个index文件是吧 好 无用的参数咱们给他注了 大家的配置在这儿 可能和我不是完全一样的 无所谓 你们只需要要关注 最终啊 大家你玩 大家完成这么一个效果就行了 啊 这整个的NGX配置静态页面的步骤 这个很简单了 不需要咱们挨个的去描述了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来编辑一下 optNGX HTML index 页面 好 这是 咱们在这儿写一句话 叫做我是web01节点啊 你好 来咱们写入这么一句话 然后改了NGX的配置啊 一定要reload重启一下它啊 好 同学们 我们在这儿是准备好了 这个web01节点 当我们访问这个 1592168178.140请求发给了它的80端口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会看见这么一个四伏创呀 明白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准备第二台机器啊 这是web02 我们在这儿啊 输入NGX这个脚本命令 它这时候netasdata-tunrp啊 然后grap ngx发现它的master服务是已经起来了 我们呢 我们来编辑一下它的这个首页文件内容啊 我们来编辑叫它放在了mytools 然后ngx目录下htmlindex文件 来咱们dg给它清空 说欢迎你好 我是web02机器 来保存退出 好了 我们配置完web02这台机器啊 访问它呢 你看访问122这台机器 它就会显示出说 你好我是web02机器 访问140这台机器呢 它就会告诉你说 我是web01节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好了 后台的web01web02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 再去准备ngx这个负载均衡器的配置呢 让它呀 把请求分发给这个web01web02 是这意思吧 好 来 我们这是笔记的第一步 分别准备好web01web02 然后第二个步道呢 叫做准备rb01 那我们在这呢 先给大家配置一个简单的负载均衡 先不考虑它的一个高可用性啊 叫做先不考虑高可用性啊 直接配置简单的负载均衡即可 负载均衡 因此我们先啊 配置rb01机器 提供负载均衡的效果 好 那我们在这呢 来配置一下这个rb01机器啊 看一下它要怎么修改 好的 那我们呢 就来打开rb01这台机器 它呢 也是通过ngx来实现负载均衡的 因此我们编辑它的主配置文件 打开它之后呢 这是它的httb核心的功能配置点 是吧 我们就找到它的这个server相关的虚拟主机配置就行了 我们把它的这个虚拟主机配置改成什么样呢 来我们看一下啊 是首先 这个 就是以后我们请求啊 直接发给这个rb01就行了 它的端口呢 让它还是用默认的80 然后走到location进行一个路径匹配 我们不再让它提供这个静态文件的展示了 也就是说 删除里边的这个root 以及index这样的关键词 我们就不用了 转而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proxy pass这么一个功能性的参数 把这个请求啊 转发给某一个节点 或者说转发给某一个地址词啊 那我们在这呢 先往上 咱们找到这个server关键词 在它的评级啊 这里通过这个关键字叫upstream s-t-r-e-a-m 通过这个upstream关键词啊 来定义一个地址词 比如说叫做myweb啊 这个地址词的名字就叫做myweb 然后我们再通过画过号 来像这个里边啊 填入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 也就是你要进行转发的 real server web01 web02 这个能明白 写法呢是写上一个server关键字 然后填写服务器的ip地址 178.122 这是web02机器是吧 它是122没问题 然后写完之后一定要加个封号 代表本行结束 然后再写一个server关键字 192.168 178.140 是这个web01机器啊 我们在这也加上一个封号 那这时候呢 它就代表你定义了一个地址词 这个地址词呢 里面有两台服务器 请求啊会默认轮循的 先发给它 再发给它 能明白 那怎么把请求转发给这个地址词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啊 proxy path进行一个转发动作了 它在这怎么转发呢 写上http请求头 然后啊 把这个协议头给它写上 直接在后边加上你的这个myweb 负载中文器的地址就行了 然后加上一个封号 表示本行结束 能明白 那这时候呢 我们保存退出啊 来cat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啊 咱们给大家做个笔记 好 这个配置文件 你保持和我相似就行 好 我们在这给它贴过来 重点要配置的 看一下 我给大家标注的这里啊 叫做 这里是通过关键字 up stream 定义负载均衡 地址词 请求分发给如下两个节点 那明白吧 这是节点一 这是节点二 然后呢 这个NGX作用啊 就不再是提供静态页面了 叫做此时 这个虚拟主机就不再是静态页面的作用 而是请求转发的作用 转发给一个地址池 那写法呢 就是在这儿 proxy path http 加上这个myweb地址池的名字就行了 叫做 写法 如下 请求转发给地址池 能明白吧 好 那我们这个配置写完了之后呢 NGX刚开始 reload 这里有问题 他说 打开这个 pid 失败 这是什么呀 是因为我们服务应该是根本没起 你想reload的 这个pid文件根本就不存在 肯定是不行的 直接输入NGX脚本就行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完成这个最后一步了 我们访问这个178.130这台机器 来看一下整个的请求分发 你看啊 现在我们就是修改了LB01这台机器 在上面呢做了一个请求转发 通过ProxyPath是不是转发给了0102这两个机器 因此我们客户端 是不是就用这台电脑当作客户端就可以了 然后访问谁呢 访问这个LB01负载进行器就OK了 好的 那我们在这呢 点击它 打开无痕窗口 在这访问130这台机器 走 前面有个12 走 来 同学们看好了 此时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130这台机器 但是呀 我看见的是不是web02的页面啊 然后你看好 我点击刷新 哎 刷新 同学们发现特点没 我们访问130这台机器 只不过再进行刷新 你看啊 再来 来刷新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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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什么特点没啊 它是不是在web01 然后web02这两台机器啊 我只要刷新一次 它就换一个节点 刷新一次 就换一个节点 能明白这整个的含义吗 意思就是说呀 当我们客户当发出请求 发给这个负载均衡器的时候呀 它通过这个请求转发 默认按照一个轮循机制 一次发给你 一次发给我 一次给你 一次给我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到这儿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基本的 四代均衡 请求转发的过程 那么对于NGX的四代均衡 还有其他之类的算法 我们下几个再给大家描述 好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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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